繼續回到我們下半週的發達廣場環節 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的高級分析員 蔡耀輝青生 Stanley 你好 呼籲一下家庭觀眾有任何股血問題 隨時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二線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繼續傳email給我們 看看大市的最新表現 恆指跌181點 去到18394點 而成交方面有285億 挖企指數跌137點 去到9922點 而期指方面暫時跌116點 去到18374點 暫時是低水22點 成交量方面有38000多張 這一節回來想和Stanley看看大行的報告 特別和你看看 雷氏趙明編號是2222 今日表現不錯 做2.9毫爾暫時有得升 升兩仙 我看大行報告說什麼 在高盛方面出現 他預期中國經濟將會軟著陸 而該行亦對國外已經發展的市場GDP 預測低於市場普遍的預期 所以以出口為主的照明產品商 特別推介本地的照明產品 而當中亦都說到他們的原材料價格就會下跌 而前景方面亦都是有利無利率去擴張 而一線的本地品牌亦都是受惠行業的整合 亦都是有增長的空間 不如都問一下Stanley的意見 雷氏趙明一向你是不是看好的 基本上你看看雷氏趙明的發展的話 其實就是我覺得是一種不錯的股份 因為之前的時間 其實你說雷氏趙明本身 在內地已經有一個比較大的零售銷售網絡 再看回公司其實也是在過往的時間 也是有很多叫做國外的發展 特別就是你見到它在國外的一些情況 我們在發展上都相對比較活躍的 例如之前的時間 其實公司和亞奧利事會方面 其實都簽署了一些合作的協議 在亞奧利事會方面 例如一些全球性 或者一些城市方面 都會用到雷氏趙明一些LED的產品 與此同時其實雷氏趙明本身 在早前的時間 也是獲得國際認證機構 SGS授權一個產品的認可 它是一個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間 獲得SGS這個機構認證的公司 得到這個認證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令到這個本身的公司的品牌 更加知道是擴闊之餘 亦都是令到一些國際間的城市 例如即將來臨的資訊 例如亞運會 南非的城市 都可以用到雷氏趙明這些LED的產品 事實上在前景方面 其實雷氏趙明本身 都會在將來的這段時間 都會積極地拓展LED的業務 你說內地方面 其實LED的市場是比較大的 我想大家都會看到的情況 但問題就是雷氏趙明本身 有比較多的認證之餘 其實本身都是有比較強的實力 大家看到之前的時間 也是受到司內德 一個國際一個關於能源的大型企業 是有一個入股的形式 它都是變相 都令到公司的知名度 公司本身的發展上 有更加大一個發揮 所以前景上其實我覺得 即雷氏趙明本身 都可以說是相對比較不錯的股份 還有股價上在現在來說 其實都在之前的時間 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你會看到股價方面 這段時間仍然受勢 住在10天線的位置 但相比之前的高位 例如一年前的股價 你見到現在這個位置 都相對比較低層的水平 我都建議 其實如果你說前景上 其實都基於前景上 是比較理想的話 基本上在現價2.9多這位置 我都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即現日都可以考慮 初步看看目標價 先看 反正目標先看3.2多的水平 而下方只要找到2.7多的位置 基本上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是的 大行高性方面的目標價 就比你高得多了 它的目標價是由5元 但輕微降低到4.7 有60%是上升的潛力 當中報告歷都跟進了 就是類似照明 都是有全國性的分銷網絡 還有有強勁的本地業務方面 亦都將它納入亞太區確訊買入的名單 而維持評級方面是買入的 其實這一隻另外都想和你談談 是168 證明例 它反而目標價是2.7下調到1.3 而評級方面反而是中性 這一隻前景方面你又怎樣看 本身證明例我比較一般 因為你見到公司本身 就是之前的時間公布了中期的業績 基本上都是錄得虧損的情況 大概虧損了一億那麼多 事實上看回你說在中期的業績上的表現 其實公司在一個模擬路方面 都比較明顯的倒退 反映其實你說行業 公司本身在發展上 似乎都不太理想 所以如果兩者相比之下 例如雷次照明和曾明例比較的話 我覺得你的首選就一定是雷次照明 反而曾明例本身 我覺得它面對著行業的競爭上 似乎都是比較失色的 所以如果兩者比較的話 我都是傾向於選擇雷次照明 也可以說是首選 好,謝謝Stanley 再看另一隻股份 想和你談談 就是編號494的李峰 亦都有大和國方面 給他一個買入的評級 目標價是22.7 當中亦都指到 報告說到 亞洲的業務 亦都成為公司的催化劑 而李峰半日來說 雖然表現不錯 但亦想問回你的消息 就是有報導 說到他會為供應商 提供財務融資這方面 消息一定不太好 因為對承受的壞帳風險來講 相對亦都提高 李峰方面你又怎樣看呢 其實你剛才撇除這宗消息的話 其實大家看回 李峰的業務發展 似乎都面對著比較大的挑戰 尤其是本身 你也知道李峰本身 其實都是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 可以變成一個粗口股 如果你說外圍經濟一般的話 其實對李峰來講 那個業務的發展 都可能有幾個局限 尤其是你看回公司之前 其實都有很多 比較多的部署 比較多一些 即是未來發展的大計 最主要就是 會進行更多一些收購 會進行更多一些 可能是比較 目標 三連目標 事實上 在我現在 當時經濟的情況之下 對李峰來講 是沒錯 是有一個比較好處 就是本身 如果市房比較差的話 李峰也多了一些 聘購的機會 但問題就是說 如果經濟的持久性很久的話 都變相對李峰的本業上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壞處 所以在本業上 我覺得它的情況 似乎都不太理想 再加上今天來講 都有一些消息說到 公司可能會從事一些 為一些供應商 作一些財務的融資 如果這個業務上 本身 當然現在公司 都有一些 否認了這些情況 但問題是 如果這樣做的話 其實意味著者 公司可能要承擔 公建商的潛塞 一些虧損 譬如說公建商 真的要沒有錢 找到的話 如果再找到一張帽 或者真的找到 找到的話 其實對公司的影響 相當比較大 所以如果比較股價方面 雖然今天的股價 可以找到20天線 這個位置 可以找到 暫時是15.5%的水平 但問題是 前景上 我個人不太樂觀 當然大行的目標價 22.5% 這些位置 我都覺得是比較高 之外我都有些保留 你有沒有去到這麼高的水平 事實上 如果看圖表 技術上走勢的話 我自己認為 過17元這個位置 暫時看得比較難 所以你看到22元 這些位置 我認為暫時 至少在現水平 來計算的話 不要突破22元 去到17元這個位置 我都覺得相對比較困難 所以前景上 我自己就不太樂觀 好 謝謝Stanley 如果15.5元 現價又可否買入 始終看圖表 其實17元這個阻力位置 都相對比較大 所以你說 以一個 大概過半左右 直撥的一個空間 我覺得似乎 都是暫時無謂撥下去 所以我暫時都建議 暫時觀望一下 比較適合 好 有興趣這一隻股份 都等一等 留意最新的走勢 看看內地股市最新的表現 上升指數下跌38點 去到2253點 而護深300下跌47點 去到2429點 最後 深淨城市方面 跌162點 去到9213點 我們先休息一會 轉回來 繼續在Stanley 跟我們聊天 主持發達廣場的環節 呼籲一下 仍然歡迎家庭觀眾 有任何問題 隨時可以打電話來 我們電話熱線 2804-6566 又或者繼續發 email 給我們